榴弹炮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 很多人被电影误导 认为炮火来袭时趴在地上就没事 今天拿来一个大家伙 前苏联制造 152毫米D20式加农榴弹炮 光这个炮弹就重达42公斤 D20的极限射程能达到24公里 急速射击可以在每分钟8至9发 在50年代 这个数据是相当恐怖的 号称炮瓶四海 下面先随便开一发热个身 这是刚刚打出的弹坑 直观上看感觉没什么杀伤力 要想更直观的看D20的杀伤力 需要这样的圆形把 在把中心放上防弹衣和防弹头盔 看看榴弹炮击中把心后 他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 一发炮弹就将把中心的汽车 打成了一堆废铁 看看现在汽车的样子 基本已经成了铁皮 毛哥一个人就能轻松移动 再来看看防弹衣的情况 如果人穿上防弹衣 在榴弹炮的杀伤范围内 基本上也就剩下防弹衣了 没有人能在这样的威力下存活 再来看一下周围的水桶 无一例外布满了弹孔 虽然感觉弹孔都不是很大 但这些小小的弹片 对于炭机生命来说是致命的 为了测试的准确性 再来一发看看效果 感觉爆炸的范围不是很大 但实际上把心周围 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 尤其是这里 一个水桶被劈开了一个大窝口 但周围看不到大的弹片 这个更夸张 炮弹的外壳砸在了水桶上 把水桶直接砸扁 拿都不好拿出来 想象一下 如果这么大一块弹片 砸在人身上 会是什么场面 大口径武器的威力 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如果这样一发炮弹落在你附近 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